那其实这几天呢 我们在山林我的家 都看到了很多的乡亲 即将入住这种喜悦的心情 还有幕后工程的点点滴滴 我们的人文真善美志工 为我们这两个多月来的 key gay的过程 做了完整的记录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报道 二手脚踏车成为临时的采访车 背着相机摄影机 人文真善美志工 一人骑着一步铁马 往大爱园区工地出发 展开这一天的任务 每按一下快门 或是每一张影像镜头 志工竟可能不错过 因为为此记写历史 为大爱做见证 是担任真善美志工 始终不变的使命感 我们现在在下场记啊 你们在这上面看过 我们在一起采访真一鸣 我们这人物专题 果然志工积极努力不敢慢半拍 才刚忙完拍摄记录 立即又赶着做好完整场记 每一天真善美团队 最平均大约15位的影视志工 轮流守候大爱园区 从清晨守到一晚 不同的是 这群穿着蓝天白云的志工 专门记录的是每一瞬间 感动人心的真善美 我们在采访工程进度的时候 我们也是看到他们用心的地方 也是满感动的啦 对对对哦 那也相对的 我们是记录说整个 实际的历史在上面 就是说 不出一点特小的心力 这一路过来 当然是说不可以是骗人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承担的 因为毕竟这个 除了应该觉醒的工作之外 还有就是我们必须完成这一项 就是历史的记录 完整记录国际典范的大爱园区 从零开始到顺利完工 幕后是这一群真善美志工 他们牺牲假期 或是跨地区南下高雄支援 甚至发心常驻工地 因为抱针导针的坚持与热情 努力将青年所见的感动 化作文字结合影像 成为流传历史的动人篇章